台湾的电力公司最近爆出来 巨额亏损 为什么会造成巨额亏损呢 他直言说就是因为云豹是罪魁扩手 云豹是谁呢 云豹就是在台湾 把绿营想要开发所谓绿色能源 比如说光电 风电 这个在这里面获得了大量这些怎么样 订单的这个公司 跟民进党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公司 他们在事实上在吃台电公司 以低价的成本叫台电公司 高价的买回他们的绿电 造成了这个台电公司的怎么样 这个巨额的亏损 那不过据我对台湾这个能源供应的 一些了解来讲的话 其实台电会亏损 也不仅仅是这个因素 而是台电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在亏本的卖电 也就是它的电价 事实上已经老早不能够反映这些什么 这个它的发电的成本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么台电光2023年去年就亏损了1980亿 那么累积的亏损现在已经到达3820亿元 你要知道蔡英文政府的整个的一年的预算 也不过两兆两千万台币 这个将近4千万4千亿的一个公司的亏损 一个公司就亏到他一年预算的六分之一 那为什么会造成呢 因为民进党要用公款来补贴台电公司 让老百姓虽然电价成品 可是老百姓不必多缴电费 不多缴电费情况的话 就会怎么样 投票对民进党的执政就不会产生太大的怎么样 太大的不满 所以他选举的时候再烂也可以拿到40% 你想如果说他过去不断的涨电价的话 他还能够拿到台湾40%选民的支持吗 选民才会真正切身感到台湾的经济 被民进党已经毁得差不多了 台电公司基本上等于在侧面的掩护民进党 这个政府让他不致朝日太多的民怨 那台电为什么亏损 为什么会成本高涨 当然成本高涨是过去两三年 尤其俄乌战争开打以后 全世界能源价格怎么样 往上提升 那另外一方面 在民进党他对于台湾的能源 他有一个政策叫什么 第一个非核家园 因为他在2025年要把台湾所有的核电怎么样 都要取消 你知道台湾的核电过去占台湾总发电的比例 通常大概在10%到15%之间 那这一个10%到15%这个电力 它的发电成本是最低的 也就是发电成本最低的就是核能发电 那么他过去他要非核家园 所以他不断的把很多核能电厂 已经盖好的核市场 他不准营运 花了4000亿 结果放在那边 养蚊子 不能够营运 另外核一核二核三 他要怎么样 核一要退役 核二要退役 所以他要逐年把台湾核电的怎么样 供给的量 都要把它最后归零 你想想看 最便宜的电不能够提供的话 那你剩下来什么 就要用比较贵的电 那最贵的电是什么 最贵的电就是所谓的再生能源 也就是绿色绿电 绿电是什么 太阳能 风电主要这两个 蔡英文政府把台湾的风电 都卖给了欧洲的厂商 一度电要卖到将近六块钱一度 这跟这一个 只要一块多钱一度的这个核电 核电核能发出来的电 你看是差了五到六倍 也就是说你发电的成本 一下多了五到六倍 你能不亏损吗 你又不调涨电力 电费 你能不亏损吗 而这里面像风电将近六块 太阳能电也相当的贵 太阳能电是交给明天的电厂 你去搞一块地 然后你去搞一些 这些太阳能的面板 在这边搭起来以后 你发的电 你就可以回卖给台电公司 而台电公司是用高价买这些电 绝对不是像台电的核能电厂 那么一块多钱一度电 它有的三块有的四块 那么完全看你这些 他们之间的合约怎么圈 所以这些民间在这边 所谓的圈地来搞这些太阳能面板的 就被民进党的这些绿油油 绿色关系来充分的怎么样 掌握 都掌握他们手里 然后跟台电前缘 反正是稳赚不赔的 最后台电买单 然后政府在不后补贴 所以这是照这些台电亏损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台电 它除了核电是最节省 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 它第二便宜的电是燃煤火力发电厂 那么照民进党的 它的台湾电力的供应的 未来的是这个结构什么 零也就是说没有什么 没有核电了 然后燃煤火力发电厂占多少 占四成 然后另外四成是什么 是天然气发电 另外两成是什么 是所谓的像这个叫再生能源 就是风电跟太阳能电 所以你看看 风电跟太阳能电贵 然后供给不上来 因为怎么样 台湾地侠人筹 找不到地 台湾插风电 也没有那么地方可以插风电 所以这个再生能源一定上不来 上不来又比较贵 所以台电基本上今天真的是有口难 有苦难言 所以整个来讲台湾电力结构 就是因为民进党用政治的角度 定立了所谓的这个 供给的这个分配比例 造成台电 必然亏损财政来补贴 让台电怎么样 亏损不会倒 可是现在选举完了以后 丑媳妇要见公婆了 现在就开始要什么 开始调降 调电了 所以台湾人民就再次被欺骗了一次 票投给了民进党 他得了票以后 马上就跟你要钱 然后我想台电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就是调升电力 这个民进党政府 就等于说目的达到了 回过头来 就从老百姓那边口袋里面开始凹钱 那就是台湾能源政策的一个悲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